它这个景区是新的景区 而且这个也是政府 就是它新投入的一个景区 它是属于那种 就是保护区来的 对 我说这要不是政府的力量 没办法盖这么漂亮 没有办法去维护这个私地 那跟我们客家有什么关系吗 有 因为它这个五坪是客家的发言地 那千鹿湖 千鹿湖这一块地方 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就属五坪的 整个是五坪的 五坪地区的 对 跟客家有关系 那千鹿的因为五坪它整个 客家是五坪的整个的起源地啊 发言地啊 所以非常的 我们要一起拍是吧 我已经在录影了 我间接把它录下来了 今天呢 我们是很开心的 是由真诚公司的 我们的刘副总 给我们介绍五坪这个地方 这个私地 它是一个新的 新的一个 这个生态私地 保护区 保护区 我们请刘副总了 再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这一片是新的 就是去年政府才投入的 五坪县县政府 那五坪县县政府 它现在也是在 力推就是我们整个五坪的 整个经济发展 那它现在希望说 从旅游的这一块 能够向我们全省的人民来推广 对 所以这个私地呢 千鹿湖的这个私地呢 它现在也是由政府来推广 把整个的 尖鹿湖跟我们五坪的一些景点 结合起来 所以呢 这次特地也邀请你们来参观一下 嗯 记得哦 记得哦 一定要来 一定要来哦 客家人员地哦 一定要来哦 很好玩 不得好 收也收得好 收近 好